这段时间感觉大面智慑很多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怎么看到人的视角朝铅从上面掉下来呢 好像从飞碟上人的视角朝铅掉下来 重重地塞到地上来 飞碟 人从飞碟上重重地掉下来 重重地掉下来塞到地上 而且还腰痛啊 重重地从飞碟上面掉下来 哇 两天就掉到地上 哇 两天掉到地上 一两天掉到地上 还好 还好 身上这个地方他们有护蝶 但确实掉下来了 他们确实掉下来了 他们掉下来了 因为他们用绳子放下来 本来用绳子放下来嘛 用绳子放下来啊 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不知道下面有风啊 他不知道下面地面上有很大的风的阻力啊 不知道下来有风的阻力啊 他原来以为是没有风的阻力 就是绳子一放就下来了嘛 绳子一放就下来了嘛 哪知道有风的阻力 对啊 掉下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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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掉在上 尿失尽大便失尽的感觉啊 掉下来掉在那尿失尽大便失尽的感觉啊 哎呀 他们那个外星人啊 真不知道地球上有风的阻力啊 他没想到这会有风的阻力啊 他原来以为下来的时候 就会直直的下来 随着那个绳子直直的下来 直直的下来啊 好 现在解决方案 人下来的飞碟不要走 静止在原地静止 对 在原地静止 在原地静止啊 得告诉你啊 现在我把心理法判给你 就是你们人下来的时候 飞碟在定点 就不要不要不要移动 然后下来完了以后再移动 下来完了以后再移动 不然的话 你在往前移动的时候 有个风的阻力啊 你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也不知道 有个风的阻力就把人 就像那一个阻力把人 抽下来 这样的话人就会掉下来的嘛 人就掉下来的嘛 所以因为不知道 一个一个都全掉下来了 一个一个全掉下来了 一个一个全掉下来了 对啊 是这样的东西可以 对 对 下个飞碟啊 人下来的是个 飞碟在远地不动 远地不动 最早呢 最早的时刻呢 是碰巧 飞碟在远地不动 碰巧 飞碟在远地不动 这次呢也是碰巧 但这次的碰巧呢 这次的碰巧呢 这次飞碟在动 这次的碰巧是因为 飞碟在动嘛 怕人就掉下来了 这次是因为那个 人在动嘛 所以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这次呢 是人在动嘛 掉下来了 好了 知道了 是这么一回事啊 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次的碰巧克力 就掉下来了 这次的碰巧克力 就掉下来了 感谢观看